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大圣地等等这些地方 他去的时候从台湾带一颗苦瓜去 去的时候比如说到这个圣河 就把这个苦瓜泡一泡圣河 然后到了这个圣湖 就泡一泡圣湖 哪里有圣毁 圣水就泡一泡圣水 当然某种圣地就把那苦瓜摆在圣地上 哇 这苦瓜极具加持力就对了 然后他回国 就跟这些弟子咒说 来来来 我们来把这个 经过这么多圣地加持的这个苦瓜 来煮汤 大家吃了 大家煮汤 一吃 经过这么多圣地加持 他怎么还是苦的呢 怎么没有变甜瓜呢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不要在表面上下功夫 朝理这些圣地 心态也要正确 你得到的启发 不是说你加持我 加持我 你给我什么吧 你放光照我吧 把我的阅历 把我这个癌症 把我这个关节炎 把我这个脊椎 侧腕 把我拿走拿掉吧 弄错了 难道圣地成就者给你的启发就是这样 癌症拿掉 当初在这里修的那个圣者 他身上就有癌症 他就是坚持下去 有癌症还成就 关节炎 当初在这边苦行的人 关节炎比你严重 对不对 脊椎侧腕 当初在这边苦行的人 他那个不是脊椎侧腕 他身体根本弯一边 那怎么办 所以你到圣地去操理 你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态 我都没要收 都没要坚持 心都没要用功 我就来到这个地方 这些事情就改过了 你不要有这个心情 都错了 你就是来这边 当然在圣者 以前佛陀也好 主持密勒日霸尊者 到这个圣湖 林华生大师 出北马湖那边 你去想 临时怎么修行 在这个石头林 吃这个败死人的圣饭 穿这个包死人的 上面有浓血 留个身体组织液的 这个白衣 当他的法衣 这样来禅修 他禅修他要不要想很多事情 他有没有世间的这些俗物 他是太子 他父亲找军队 整天在找他 要抓他回去接王位 因为禅修在这边 惊动当地的鬼王 两个大力鬼王 来这边骚扰他 最后被他降服 做他的护法 都有这些问题 不是说 所以他在这样 恶劣的内外 内心 他内心有事情 他外在也有这些 纷纷扰扰 这些内外尖闭的环境 还成就正觉 这了不起的地方 来朝礼 你要得到这些精髓 不要带着投机取巧的心理 去朝礼 祭到了这一份神圣 这种加持 把它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作为你心里 永不蒙面 支持你的力量 或者你与这份力量同在 你要追随他们的脚步走下去 所以当你遇到顺逆圆境的时候 统统要在心上下功夫 不会有谁来救我 谁来帮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